Hello,大家好,我是惠婷 很高兴说要参加这一书一故事活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他们是不会说的 是新加坡作者邓露心的作品 小新有一块手表 一块很漂亮的手表 小新怎么会有这一块手表呢? 也许你很好奇 但是你别想去问小新 因为她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小新是个四年级学生 在小新还是个小宝宝时 小新的爸爸和妈妈就不见了 小新的爸爸和妈妈怎么就不见了呢? 你不用去问小新 因为她是怎么都不会说的 小新没有其他情人 小新想把手表送给外公 阿公会不会喜欢这一块手表呢? 小新有些担心 阿公把赚来的钱都花在小新身上 小新一直想送点什么给阿公 现在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哦 小新做了决定 他要在下雨之前回到家 把手表送到阿公手里 当小新到达家门口时 老天下起了大雨 阿公已经买好了饭菜 等着他回来吃 小新一见到阿公 马上把那一块漂亮的手表 放在阿公手上 阿公说 阿公给你生日快乐哦 阿公呆了一下 看了看手表 又看了看小新 阿公你喜欢吗? 小新睁大眼睛问道 啊 阿公又呆了一下 看看小新又看看手表 阿公你喜欢吗? 小新再问了一次 阿公喝了一口水 杯子放下来时 阿公的眼睛变红了 小新心里一阵 正想说话时 阿公却用他滴滴的声音 对小新说 喜欢 阿公喜欢 那阿公你怎么会哭了呢? 阿公怎么哭了呢? 你问 阿公是不会说的 不过小心问了 阿公就说了 我念小学时 妈妈送了一块手表给我 阿公又喝了一口水 阿公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新加坡还不是一个国家哦 那时候 小孩子有书读 已经很了不起了 小学生戴手表 更是一件很威风的事 阿公特别珍惜 妈妈送的新手表 有一天 半学后 乌云满天 眼看就要下大雨了 阿公舍不得让新手表淋雨 便把手表放进口袋里 接着就疯狂地奔跑 想要在老天下雨之前 别到家里 阿公跑到半路 下雨就哗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阿公只好到附近的屋子避雨 这时 阿公突然发觉 手表的裤袋里是空空的 阿公惊呆了 阿公赶紧走进雨里 顾不得大雨 噼里啪啦地打在身上 低着头 沿着来时路 往回去 阿公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学校 一路上都没有见到手表 阿公的希望 像雨 泡泡一样破灭 雨越来越大 阿公全身湿透了 脸上留着的 不知道是雨水 还是泪水 阿公的手表 后来有没有找到呢 阿公没说 小星也没问 不过 小星从来没有见过 阿公的那手表 阿公的故事说完了 屋子外面的大雨也停了 小星一句话也没有说 小星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你别去问 但是阿公问了 而且阿公问的方法很特别 阿公柔柔地问道 小星啊 这块表的主人 不知道会不会跟阿公一样 一辈子都在想念他呢 小星没有说话 阿公轻轻地拍着小星的背 说 你很难过 阿公知道 小星还是没有出声 阿公轻轻地摸着小星的头 静静 屋子也静静 突然 小星从阿公手里 拿走那一块手表 冲出门口 阿公一点也不惊讶 小星去了哪里呢 阿公为什么一点也不惊讶呢 你现在知道 不需要出门小星的阿公了 因为 他们是不会说的 故事讲完了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这一书一故事活动